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可以吗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5月11号的报平安视频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让人感动 非常有意思 非常让我很感动的这么一个故事 昨天到现在 看所有的朋友们发给我的信息 我真的是眼睛看蒙了 真的看不过来了 我要向推友们说 可能是最近不能每个人都回复了 我真的回复过来了 我眼睛都化了 然后确实是 我一直低了头 然后我的背部也痛 实在是受不了 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尽可能的回 回不了请大家原谅 那么大家尽量的用那个Weber 给我发信息 发照片和发资料 当然了 过去的E-mail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也可以发WhatsApp 那么最近啊 收到的各种信息当中呢 让我感动的信息就太多了 像昨天我收到了 黑龙江的一个养老院 养老院的老人呢 这个集体向我文贵问好 而且他们集体看文贵的视频 哎呀 这个事实是 这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中一个老人 跟我一个朋友还认识 因为我在哈尔滨待过 这个哈尔滨南杠区 雪府路 原来电影机 这个机械厂家属院 我在那待过 在那里有一段难忘的记忆 难忘的记忆啊 但是我从这个看书所出来以后 到哈尔滨去 再给我一段难忘的记忆 哈尔滨是我非常爱的地方 我虽然出生在吉顶 但我特别的爱哈尔滨 那么这个老人院里边 你们发的这些视频呢 和我的问候都收到了 文贵叫终生保存 我能回国的时候啊 我希望一定去看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千千万万的记住 要快乐 要开心 能活到老年是不容易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年的 能活到您这些岁数的 在中国不超过40%的人 所以说老年是值得感恩 值得享受的 那么同时呢 我也收到了来自于海南的 哎呀 这海南的这些 在那个酒店工作的朋友 曾经还有我的这个 酒店工作的员工 这个河南的这些老乡们 你们集体的在看我的节目 还集体的给我问候 非常非常的感动 特别是用河南说那句话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这个非常好 很亲切 很亲切 然后呢在一个在我的这个出生地 吉林潘石 也有这个朋友呢 这么多人一起过发的视频 用东北话 七哥呀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 哎呦真是太亲切了 吉林 山东 河南 北京 这都是我非常非常难忘的地方 那么今天早上那时候 我又看到一个视频 特别让我感动 是一个推友们 这个他的妻子 住在了产院里面 准备这个等着生儿子 这个妻子啊 一个漂亮的妻子 在这个医院的这个床上 看这就是昨天 看着我的视频 让儿子这个这个分网了 这个这个呢 我经过本人的同意啊 我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孩子叫铁蛋 这个孩子叫铁蛋 这个是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个 看着文贵的这个视频 然后呢 你看这 这还是大肚子 这还没有分网钱 你看看这个 所以呢 边看视频 边诞生了 他的儿子叫铁蛋 我给这位朋友说了啊 我给这位朋友说了 这个这个孩子 跟他过大的啊 我要这叫过大的了 跟他过大的有缘分 我要定期知道 这孩子的成长 是否好健康 然后你要照顾好你媳妇 要疼好你媳妇 有什么需要的 文贵一定 一定是全力以赴啊 太有意思了 这几天收到了这么多的 让感动的这些视频和问候呢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一一而举了 这个虽然 十几个小时 我都在低着头 滑手机啊 上网 看iPad 这个感动 感激 责任 这个是没办法言表 真的 这个推特的事件 不仅有温暖 不仅有力量 他还有情意 有真情 这是没办法形容的 那么昨天呢 晚上我本来是 应很多推友的这个要求 说今天要继续延续 昨天这个关于母亲 关于女性 还有这个母亲和女性 在中国腐败当中受到的伤害 还有一个宗教人士 大家都很关心我对那些现在这个宗教存在的形式 大家都认为我说的是 就是他们感同身受 就是现在到哪去 就是穿上和尚服 不是大街要钱的 就是在庙里脸钱的 而且基本上各种庙呢 都成了医院了 既是精神上的毛病 还是生理上的毛病 而且所有的这个庙现在越来越豪华 而且捐款越来越多 现在成了社会上各种疑难杂症治病的地方了 所以大家呢都是希望我再继续讲讲这个 我本来也是今天准备就讲这三个问题 就是展开了讲我看到的人和事 包括了我看到一位出家的高德大德高升 跟某位这个政治局委员领导 这个治的治的病 就跟他夫人治到床上去了 结果呢不但治到床上了 这位领导呢也心知肚明我相信 这位领导现在还在任呢 官还很大 然后呢就让他成了自己这个老婆的 所谓的佛学的这个助理大师 还到哪头领导吃饭 这位是来自于西藏的啊 这位生人 这个哎呀这个我看了这个很惊讶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宗教啊 现在是确实出现了这个问题 人不怕没信仰 也不怕这个不懂宗教 就怕假信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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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怕假评教害人 这个昨天呢 这个西藏的拉萨的一位官员的朋友 协全家也给我录制一段视频 他特别特别的 呃这个愿意听这个 我昨天讲的关于这些宗教 他也谈了一些西这个佛教 就是藏佛在西藏发展的一些见解 非常到位 非常有高度 非常接地气 而且真的是 毕竟是西藏出生的人 而且家人都是在庙里呆过 对于这个所有的佛教的一些观点 值得文贵学习 向您表示感谢 但是您不要冒险 您发那个视频 您的看法 一旦被解除 那是很大的麻烦 希望大家别冒险 我是有西藏的学统 未来我会展开了 这西藏的佛教的看法 特别是西藏 被这个非法的盗取的这个自然的矿 还有树木 特别是从草都去哪儿了 这从草都谁吃了 我会跟大家找时间和分享 西藏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所谓的 这个分裂和独立那么简单 也不是这个 用Holiness搭来喇嘛 想要独立这么简单 根本不是 本质的问题还是利益 就是当时我去见这个Holiness 回来以后 这个朱维群在那儿发疯的时候 又骂人的时候 这个有一位领导跟我说 他说文贵你有想过没有 你干的事情你是出于理想 你想为国家做事情 你想让中国人更多的理解这个宗教在一个社会中的意义 精神建设 包括能帮助西藏人民 但是几百万人吃西藏的饭 吃了五十多年了 你要这么搞了不被打货了吗 他说你要让这个Holiness搭来喇嘛 回到国内来当一个宗教界的领袖 那这很多宗教界的人要吃谁的饭去啊 咱们宗教局那还能在西藏弄葱炒弄矿资源吗 这我领导的话呀 当时听着我不全认为是对的 后来逐渐发生的事情我明白 特别我接触身影后 核心的问题它是利益 从草、矿山、水源 包括在西藏做的各种矿泉水啊什么的 这是多少个家族的利益 每年都是几千亿上万亿啊 怎么有人愿意放弃呢 那如何让这些人继续垄断呢 那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它定位为独立 或者你想回来不独立都不行 这个标签给你带上 像那个朱维群骂的最多的人 他全家都跟西藏各种的异议 包括前边的西藏的领导人 这几个我都太清楚了 家族在西藏的利益巨大 包括在西藏的虫草 那我见的多了 西藏的领导到北京来 送礼的时候 在那区弄来的虫草 那虫草的是什么呀 一麻袋一麻袋往北京带 那麻袋里边一袋就是一袋子 两袋子 那一斤是多少钱呢 那都是五十万八十万最顶低的虫草 那么我在那区也有很多朋友 那么其中一个领导跟我说 那区大概有几千部路虎车 都是藏人搞虫草赚的钱 后来我问这位领导 我说如果说咱们的领导 在这个那区和西藏 搞虫草这几个家族 他能买多少路过 他当时不吱声了 当时跟着一个纪委的一位领导在一起 纪委的领导就问他 你可以说 你说说 这位这领导说 他说哪一年代的人弄个十亿八亿了 一个人就弄十亿八亿了 那多少人弄啊 所以说西藏的很多问题本质还是利益 那么打造国家的民意的利益 那么同时呢 昨天 也就是纽约晚上的时候 一位我的朋友 是北京市委的原来领导 这个通过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这个给我说 文贵千万不要讲到北京 当时那几年关于房地产的情况 哎呀这个事呢 一去说完以后呢 我是挺不高兴的 这个我也向这位朋友道歉 昨天我这个脾气上这个 可能是对你太不礼貌了 因为这位领导这样让他 让你给我打这个电话 他本身就不厚道 第一我也没想到说你的事 还没到说你的事的时候呢 这个而且你说的话 里边雨带威胁 不要让我什么 成为北京市的市政府的所有的敌人 否则我回到北京寸步难行 然后小心家人的安全 你这完全是黑社会的一样了 怎么这北京就成你家了呢 什么我说了以后 我家人就寸步难行了 什么我家人的安全呢 这种为何恐信 你说对文贵有用吗 而且您那些事还没闻到说呢 但是我今天我想了半天 我不想说这个宗教和腐败的关系 我也不想说这个 展开说这个 女儿和母亲在这个腐败中 所受到的伤害 我未来再说 我今天就说说这个事吧 既然你这个说威胁了 文贵也不能 这个不能不回一下了啊 我要跟你说一说 这位这个市委的领导 市委的领导 最关键的跟他的利益当事人 是现在北京市 规划委员会主任黄雅 很多网友啊 都纷纷的多天来 几个月来可以说 都说郭先生 你要好好说说这个房地产怎么回事 房地产腐败 我一直没想说呢 没来得及说 这个这是我的长项呢 这个我能给你们很多 这个正确的答案呢 这个熊安新区里面的事情 大家很多关心 大家想一想 熊安新区都谁参与了 熊安新区过去这一年来 谁买的地最多 熊安新区的规划 真的就那么绝密吗 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为什么房产居高不下 为什么老百姓就越来越买不起房 我在这个两集以前说过 中国最大的腐败领域 金融领域 然后就是股市领域 然后就是房地产领域 但是金融领域很重要的腐败 都跟房地产有关 和金融市场有关 那么这个房地产和金融领域 背后最赚钱 纯利的 比海航直接从银行骗贷 还赚钱的 因为他要需要办手续 他需要把钱转出来 他未来还不准备好 不能回国 也可能被红色通告 但是有一个领域 是拿了你的钱 你是永远不会查到的 而且连这些纸张都不用准备 这个人物可以一笔 这事叫一笔党万亿 一笔升万亿 或者一笔升千亿 一点不为过 什么竹竹 什么样的身份 他比中央总书记 他比央行行长还厉害 那就是各个省市和当地城市的 管规划的规为主任 全人类上 我可以说 包括美联储的主席 也没有拥有这样的权力 他还得印钞票 只有一个人 黄燕主任 黄燕是北京市委市政府 唯一一个非党派人士 我跟他渊源颇深 这位女同志啊 抱歉了黄燕女士 我这跟你无怨无仇 抱歉了 这个 因为说到这儿了吧 黄燕女士啊 这个是北大毕业的 清华毕业的 经常在北京报纸出售路面 最为高调的时候 是2004到2011 现在还是规委这个主任啊 他从规划处 审核 到规委副主任 到规委主任 经常高调的出现了北京的新京报 和北京青年报上 都永远定有支持的 叫北京美女官员 此人在规委啊 所管的职务 您去想想北京这几年 几千万 1.2亿 这个平方米的房子 您想想是多少的财富 全部来自一个部门的审核 归委 房地产业就是两个猫腻 一个是金融怎么来 就贷款 能不能贷到款 能不能拿到融资 第二个核心的核心 就是能不能搞定规委 中国的这个土地资源 和城市的土地资源 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加速的城市化 还有以地产带动综合行业的这种经济 也就是地产经济 最大受益的人就是规委 权力的核心就在这儿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中国的这个以黑反腐 以贪反腐 这个是 这是最起现的行业 就是规委 很多网友问 你拿什么例子做明 怎么以贪反腐 怎么以黑反黑了 怎么以景反腐了 那我今天最重要的说 以贪反贪 以黑反腐 就是黄燕女士 黄燕主任是个最重要的例子 我先从2006年说起 也就是说 我的盘古大官当年 是2003年底 2004年初 被当时的刘志华副市长 刘志华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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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期间一直在维权在告 跟着安全部的这个马建副部长筹备的小组手下 按照中纪委当时和中央最高领导 还有这个当时的令计划主任的指挥下 开始了寻找这个刘志华副市长犯罪的证据 后来还有视频 那么这个时候呢黄晏主任他是副主任 那个时候是那个国家处长 是规划委员权力极大 事实上呢很多这个当时关于刘志华副市长的那段视频啊 多个小时的视频呢 包括中纪委现在的档案的存档 包括中央领导看到了那么多视频 事实上的真相没有人知道 能知道真相的只有一个人 郭文贵 我今天会啥说他跟黄晏女是有关系呢 我们最早的时候跟着刘志华副市长 他老他每天晚上他有一个固定的轨迹 他从市政府出来回到了他那位女朋友 这位王女士家 我不想再提到这个名字了 我在此向这位王女士忠心的向您道歉 因为这件事情把您伤害太深了 您是无辜的这个被伤害者 虽然你是他的女朋友 但是你也是受害者 我最不想干的没办法 那么刘志华副市长呢每天到那去吃晚餐 吃完晚饭以后 基本每天都要吃晚饭 吃点高级营养品 然后呢做完爱 几乎每天都有 然后开了自己车 就那个奥迪车 这个886的车 就开始了 他的真正的住处 是哪呢 北京清华通方大楼 清华通方大楼 在21层啊 我记不太清楚了 有一个一层 租毁了 当时北京市政开发公司 这个市政开发公司 垄断了北京和澳运村 所有的行政基础建设 里面还有私人股权 他的楼上就是我们当时的国家总书记 胡锦涛书记 儿子 胡海峰的楼下 叫什么做海关设备那个公司 那么他在21层 21层大家现在在北京朋友可以看一看 清华通方大楼中间那个方纵 就那个位置 上面是胡海峰的叫什么威视 威视这个技术开发公司 下面是北京市政行政基础开发公司 在这个楼里边呢 一半是给刘志华副长建了一个大的卧室 那么 每天到那去住去 景观奇妙 那里边的豪华至极 他每天开车都到了清华通方 地下二层 他停下车以后 拿着钥匙 吹着口哨 有时 不一定每天 就到一楼 一楼是什么地方呢 叫玉都叶祖会 玉都啊 那当时啊 那个北京都火了大了 那是每天那边大概几百个小姐 那个当时的那个月月总会的老板 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还有几位副局长 那没人敢惹的 我们就每天在那盯着 还在他的大房间里边 就刘志华副市长 经常去的房间里边 安装了这个 摄像头 多个摄像头 刘志华副市长 每周大概有一两次 会在那边吸一点小冰毒 然后跟无数个女孩们在那边开始 一开始是 搂搂摸摸摸 到后来就是 群来了 这个路下是我们最早得到的 最早得到的 那么 这是一段啊 他这 喜欢就带到楼上去 不喜欢就在下面就完了 这是我们了解的 刘志华副市长的一段 以后我再说 在抓捕之前 就是6月6号双规 刘志华副市长之前 在5月份 我们就有录像了 但是 有领导说 这个地方的录像 不算数 你可见这个 这个叶总会的背景有多厉害啊 不算数 接着我们再继续找 结果 我们在刘志华副市长的 办公室 发现了一个秘密 办公室 大卧 现在的领导中午 都有午睡啊 都有个大卧室 在这个卧室里 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爱睡午觉 他睡午觉啊 睡大概一个多小时 然后下午上班 之前二十分钟醒了 在这个卧室里啊 最常去的一个人物 就在睡觉以前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规律性的 半小时就来个人 谁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北京市规委的 黄晏女士 这位黄晏女士啊 每次去她都打盘得非常漂亮 说到这我要说黄晏女士 最厉害的啊 她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喜欢爱马仕的包 爱马仕的丝巾 爱马仕的小饰品 在这个黄晏的某个房子里边 有上百个爱马仕的精品的包 有上千件爱马仕的饰品 我们的前妻夫也给她送过包 也给她送过资金 这个也给她送过 还有一个这个黄晏女士呢 更重要的喜欢自画 好多自画啊 她那个房子里自画现在要谁给捂住了 那她要折大钱了 第三个喜欢收藏房子 收藏好房子 那么当时啊 这个黄晏女士也算是长得不错 她自认为是美女 很会嗲 这一件领导 当时那时候刘齐书记 她一件刘齐书记 啪就搂住了 那就搂住了 别人看不下去 然后就捋啊摸手啊 公开又这样 那其他的人家这个市政府的领导 看不惯她这样啊 后来是她很厉害 纪委书记 哪其他几个有用的领导 政协领导 她跟谁都一说话就是 哎呀就是那种 叭叭的 哎呀 领导一 晕了 晕了 然后呢 这是有人的情况下 没人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在刘志华副事长看到了 在他起床的半小时前 黄晏女士都到 到的时候基本刘志华先生都跟他有个 时间15到19分钟期间的性行为 那么每次他去都基本都有 那他简直准确了 时间基本每次在 17到19分钟啊 这个知识变化 这个各方面 我们当时了解都很清楚啊 这个我们如获至宝 就把这视频 先交上去 结果我傻乎当时唯一经验呢 这个现在想想都是很无知的呀 那我能活到今天太可怕了 这个视频应该在多个人的情况下交 因为它是证据呀 我傻乎乎的先交给了其中一个办案人员 这办案人员如果说现在往回看 没把我给灭了口那我真是侥幸了 听说他直接交给了中纪委的领导 中纪委就交给了这个令计划主任 结果你想多可怕呀 我交完以后又是说这个视频再也不能提 马上消灰 而且问了我几天还有没有 有马上告诉我 原判必须给我 我真的都给了他了 这就说明黄晏当时在中南海 那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 得到了令主任的 这种保护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北京市前领导 约我吃饭 说这个 听说我在跟他们一起在查刘志华的事 我这是秘密 还不能给您说 我那时候正规则呢 我的楼也被收了 我随时就生命危险 大家也知道我每天是要带着自杀丸 这个清华纳的这个自杀丸 每天是要带着三米 随时准备这个死亡了 这个他说 劝我啊就是各方面啊 你们都要小心 最后就说重点了 黄晏不是一般人 跟海里多个人都联终了 有领导让我 小心 前市委的 前北京市的一位 现在当时是时任常委的领导 让他烧发给我 不要引火烧身 不要提到 谁谁谁谁谁谁 其中就谈到了黄晏 你可见黄晏之厉害啊 后来这个领导就再说回来把那个视频 不让我 再提了 没了 继续再找别的视频 后来大家知道就找到了他的女情人那个在他房间里的视频 就拿那个 把这个刘志华先生的双规了 但是这个 黄晏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呢 我们在跟踪当中 在了解情况当中 那得到的情报是太大了 当时这个 我给纪委 和纪委的领导 我们都有承诺在心 这所有的 这个在这个跟刘志华副市长有腐败的 都会被 双规被处理 那么 同时呢我要对这个保守秘密 而且他们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后来来了给我借讯谈话 这些都法律程序的 这个纪委当时都对下 然后呢我也遵守了诺言 后来把楼还给我 我也遵守诺言 提前向盘古大官 在2008年奥运会 把拔拔前提前建完 还并且酒店营业 还接待了3000多家的 世界级的媒体 我们都遵守信用 但是 后来纪委的同志 就不遵守信用 这个不遵守信用体现的 其中一个就是黄晏女士 因为当时 北京市六使的主任呢 叫刘森 抓这个刘志华的头一天 刘森一夜白了头吧 后来因为抓刘志华副市长 他也是 这个得到了延期几年使用 成为了中共官场 特别是北京 大家都畏惧和尊敬的人物 那么 当时的监察部的部长 是马文 马文部长 他是主管 何勇副书记 何吴关仲书记 主抓了 上边领导主要是 令计划主任 那么 到底黄晏是 什么样的本事 能让一级一级的领导 都能替他说话呢 后来在这个刘志华副市长双规以后 我开始关注他 这个我才了解的 黄晏女士 她在先行做房地产 在北京机场周围 有几个四合院式的开发项目 全是她先生 北京市的几大地产商 他们家总有股钱 北京市最好地段的房子 那都是她 很多地方 她都拥有 她最长去的地方 北京晚会 北京长安俱乐部 北京饭店 和北京国际俱乐部 这个人爱喝红酒 喝的每瓶酒 都是几万几十万 这个有多次 他和我朋友喝酒 我朋友都给我宣让 特别是我这个被抓起来的 这个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局长 公安局的这个 孙建国先生 跟他非常之熟 他经常请他去喝酒 去到马会 这个家里他有N个警车 N个特殊牌 然后老许常喝酒 喝的都是最好的酒 十几万二十万一瓶的酒 那个时候懂得喝这酒的国内人并不多 而且所有送的礼物全是爱马仕的十几万上百万 怎么也四十万以上的包给大家送 而且经常就身上直接就带着条 就送房子 比如说 这个2008奥运会 这个最好的就是运动员村 这个运动员村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人民的民意一开始 侯连平他的家 那就是我们盘古北边叫运元村的那个房子 七层楼 都有这个富城 都有花园 那是真是好房子 这个后来 奥运会后啊 都被这些北京市政府拿来送礼物了 那里的房子 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干净的 那么都送礼物 那皇院手里就是这个房子的号 吃完以后 顺手抄抄抄 这给你的房子 六百平 六百平米的房子 给你了 你交点一十点钱 几千块钱一平方米 这个皇院就这样的本事 跟我其他朋友吃饭的时候 拿到这个存文区 西城区 还有这个 这个北京几个大地产商 包括我们SOHO啊 SOHO那绝对是跟皇院好得不行了 那天就是 那想干啥干啥 那那这这房子送给你 就北京的地产商谁敢拍 拍了脑门说跟皇院没关系 跟皇院没送无礼 谁敢公开书 我这一堆证据呢 这个很多我都知道我忘了 我昨天才想起来 我这东西在这个银行保险箱锁了十年了 我还真得把他拿出来跟大家说说这事 这个皇院女士手里收藏在她先生和她控制名下 在北京有多少房呢 大概500多房 现在500多房 当时我们在跟踪这个皇院了解皇院没说过 我们惊讶地发现 皇院女士经常去的就是中南海 有时也是在中午领导午睡 大概 会要醒之后 要醒个半小时或四十分钟 但是中南海我们没有屋下 没有 还有去什么地方 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是国家的重要的 开会的书地 在京西宾馆的一楼啊 有大家老百姓不知道的 有着全北京最神秘的几个地方 什么卖画的商店 你想能进到京西宾馆卖画去 那不是到保险箱里边去卖画去了吗 那不是到军队那最核心了 到一个人的身体里边去卖这种核心的东西去了 那里的画谁买老百姓进不去啊 武道党啊 而且都是玉 翡翠 自画 那个地方还了得了吗 环月儿同志经常到那里卖发卖东西 还到京西宾馆开房 他建的肯定不是老百姓 你村长你省委书记你也很难进清晰呀 很难呐 同时呢在一楼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理发店 二楼 理发店 那都是给长北理发的 那个理发师 我曾经在盘古被收回的时候 找到理发师 想给领导这个 递个信 能不能说说话 给当时的贾庆宁书记 人家开价 五千万 写一份报告 叫领导看 五千万 这个地方 也是黄燕女士经常去的 而我特别惊讶的是 我们在跟踪当中发现了黄燕女士 跟海外 清华大学几个海外的朋友 移民了美国加拿大 他们有巨大的声音 这些人全在海外指挥 就给黄燕电话上就说 哎 谁谁谁去找你 把他容积率给调一调 我说到这时候老百姓 朋友们 草根儿们 你们不知道房地产的核心就在这地方 容积率 容积率什么概念 就是你拿了一块地 一百平方米的地 能让你盖 多少倍的房子 比如说一 容积率就是一百平方米 就让你再盖上面一百平米的房子 那能盖二 就两百平方米 那就多了一倍了啊 三 那就是三倍了啊 所有地产商 所有玩的游戏就在两点增加容积率 拿到银行贷款 如果年轻的孩子们 你们想说做地产怎么能赚钱 那就是这两招 其他都是骗人的 都是什么房地产开发商的良心啊 什么素质啊 专业啊 那都是骗鬼的 房地产开发商所有的赚钱猫女 就来自这两边 核心是容积率 您去想想 别人买来的地 容积率是一 比如说你买了一百万平方米的地 你只能盖一百万平方米房子 那你只能是 平坦成本以后 利润不会超过二十 但是你把容积率升成了二 就变成了二百万平方米 那这一百万平方米平坦完以后 就不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那是百分之二百的利润 因为你这个整个成本 一下子是 断裂式的间谍 那么这个里面的monitor就大了去了 这就是黄烟女士最大的权力 一笔签下去 可以让你发展成十亿 直接变成百亿 甚至千亿 北京呢 我们可以查一查 北京的地产商 像这个潘石屹先生的SOHO 他的容积率 你说查档案去 最起码变化五次以上 如果变化这个容积率 谁给了权力 国家规划法 没有任何权力 所谓的规委会审核 那都是骗鬼的 那是规委主任书记说了算 谁说了算 市委领导 还有规委主任 说白了 就是官员的最核心的权力 完全垄断 黄烟女士啊 她在海外的朋友 在北京过去这十五年 获得的财富 一定不低于五千亿到八千亿 黄烟女士控制的财富 绝不低几千亿 她身上所知道的 北京市 到了中央的领导 和北京市现任领导 特别是她的铁哥们后台 现在是中纪委的核心人物 两三个 现在的中纪委核心人物 也是当时帮我 这个协调黄烟关系 帮我找黄烟 也送了爱马仕包 也是头两天找我替黄烟 提前打招呼 现在是中纪委核心人物 三个人物 说到这 我说 怎么以黑反腐 以贪贩贪弄 北京市 应该是全国腐败罪 重灾区 把吕熙文抓了 吕熙文这个女士的故事太多了 这个吕熙文女士这个也经常去押戒 这是个二胡胡的人 胆子巨大 傻胡胡 傻都敢要 一瓶酒也拿走 恨不得一百块钱的李公太也带 贪婪至极呀 你们看到打体还需四身的吕熙文 那完全和本人不一样 嚣张夸呼 这跟刘志华说好得一塌无独 但是没有他那个性爱无相是没有 这个人呢 贪得无厌 也是家族是同学是腐败 那他贪得大了去了 打体还需四身应呢 完全是骗人的 吕熙文的资料我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 但是 吕熙文 当时是得罪了人了 他被灭口 只是象征性的 把这个得罪了人的 这个傻乎乎的吕熙文给灭了 他一百个吕熙文一千个吕熙文 也没有一个黄烟的贪婪 还有他拥有的权力 和他服侍了人度 为啥这次腐败不抓黄烟呢 当时2006年 就有中南海多人替他出发 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办主任 书记处书记 纪委里边的 10主任 还有 这个安全部的领导 你能保护黄烟 这些人要跟黄烟没有个人利益 是不可能的 这个说到这 就说到了2006年6月6号以后 这个刘志华副市长被双公勇 到2007年 初 要提拔北京市 提拔黄烟当副主任 你看看这多可怕 黄烟已经是严重涉案的 这时候北京市委市政府 归委 提名委 这个有刘琪书记 刘琪书记提名黄烟 当归委副主任 当时的陈刚副市长就监着 他这个主任 这个副主任就是主长工作了 常务主任 当时的北京市长得咨询中纪委 因为这样的干部使用呢 这个得问中纪委 刘志华的案子还没完 这个我亲身经历啊 黄烟之了得呀 我在和这个安全部的跟中纪委共同办案的两个人在一起 其中的一位女士和安全部的 昨天我说那位曼娘的先生在一起 在茶坊里喝茶 这个时候接到了 啊 这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都是安排好的 接到了 北京市 主管这个干部的领导 打给他的电话 说我们刚刚跟纪委啊 现在的中纪委 更就了不得了 现在的中纪委 严格讲一个是北京市 原市委领导班子下属的中纪委 基本北京市垄断了 咱不是说这个不搞小圈的吗 咱不是不能忘译改变这个政治的形态 他做到了 可是我们中纪委里面 秘书帮 是什么概念 大家看看每个领导的秘书都干啥的 那火箭是把他串升的 而且都是北京帮啊 不是团团伙伙吗 拉帮结果吗 而且关键北京帮里面现在这些人 跟黄燕的关系有几个太富败了 我真的我是要在19代以前 我一定要对中纪委的这些班子的人 我所知道的人 我要专门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啊 新闻发布会 你们收了我的钱了 你们拿了我的东西了 你们还拿了跟黄燕一起跟家族同学 搞的那些裙带式的利益群体啊 老百姓买的房子里面 百分之五六十的钱 是你政府给收税拿走了 另外的百分之五六十的百分之三四十 都是由于这个官商 这个之间的说不叫勾结 实际上就是商市官家那个小三吗 就是替你代食吗 老百姓支付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本 是跟房地产价格没关系的 而是系统的腐败 那简直是今天的 今天大家都还是以贪反弹 还是以黑反弹 现在 所有的 所有的官员都知道北京这些秘密 谁敢说话呀 咱说的是四步 这个四步 这个这个 这个四步反 还有这个三反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以贪反弹的 最重要的就是以贪反弹的 这个北京市的规划系统 这个所有的这个房地产的开发 老百姓没有权知道吗 所有过去开发过的项目难道不应该查查吗 如果现在又形成了现在纪委里边的北京吧 那不就是要保护这些人保护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吗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除了土地招牌挂 那简直是 那是土地招牌黑暗大了去了 那不是一般的黑呀 那过去那几个土地局长那是如何的黑 我们太清楚了 那都找到我们门上来 你出 你来开发 我们帮你拿地 我们占二十三十的股权 然后这个是行规 找黄压主任 批容几率 一平方米三千块钱 或者你给项目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其他下面哪个处长不发财呀 各区的规委哪个不发大财呀 北京的地产 那是中国反腐的最重要的最需要反的地区 现在却无人能动 而且造样 不但没反 不论被抓反财 此人还建了一个新的 在十八大以后 所谓不收手 不收敛的 更升官的一个利益翻弹集团 哎呀 黄压女士收藏的这几百套房子 还有她老公开发的项目 和海外 她的利益集团代识人在指挥的北京正在开发 和已开发的项目 和她跟这些睡过觉的领导 黄压女士 她是真真正正的 是小苍蝇办大事 这个人民的名义 这个节目中啊 这个电视剧上最失败的就是那个检察厂 吴连亭 那简直是个失败题了 一开始第一集到咱们潘虎处长的叫卫处长家 收了2.3亿 我当时就说这就是黄压的缩小版 你们要找到黄压的家 把它的字画拿到 收藏的爱马仕包拿到 收藏的这个珠宝拿到 和她房子装修之豪华 和定制的家具之惊叹 你人民的名义 你就会感到羞耻 羞耻啊 在这个北京奥运村里边 有黄压几套房子 大家去看看 别墅具黄压的房子那四个院啊 其中一个四个院的黄压房子那跟皇宫一样 黄压有十几台车在那放着 都是挂着特殊的牌 北京市领导谁不知道 纪委领导谁不知道啊 他见了哪个领导都是 拽搁服务扯袖子摸手 然后再用屁股蹭 然后扛两下 摸两下 然后在午睡前提前到达 进行午睡后的安慰 以黑反腐 以贪反贪 这不是文贵说说就算拿倒 这个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反贪 如果咱这个都不去反 被抓起那些秦城的那些官员 他们是真是仅仅是因为他们贪吗 是到选择性被选择性反贪 还是被灭口掌握证据 还是给人家让了位置呢 黄压女士 他这是北京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哪个区 哪个部门 没有这样的事情 反贪重灾区 是什么 山西 山西 还有那些 什么江苏 浙江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你敢碰吗 不但没碰 这些贪官现在都到中纪委当大官去了 潘石屹的后台大家知道吧 潘石屹的公司 百分之五十股权不是他的 如果潘石屹不敢出来跟我说说 从你的红石地产 到你这个 这个 SOHO 那是我还不知道吗 是不是 如果潘石屹敢 干出来说我们在纽约法庭上见 潘石屹你百分之五十都是别人 别人的东西 你清楚得很 你怎么在SOHO赚钱的 你怎么弄的 大家都很清楚 谁说你后台很清楚 咱们的共同朋友嘛 对不对呀 你也很清楚 我是不愿意说的 是不是这位朋友是 在我关键的时候 抛弃了我 背叛了我 但我没有什么恨心理解 可是 黄烟跟你的关系 大家都是知道的 黄烟跟很多地产商人 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几个重大的 市场开发区 和高档处在开发 低密基础的开发区 什么搞的 那 低密度 高容积率 什么叫低密度高容积率呀 大家知道这是一点不毛病 它本来就是0.3 一开始是0.3拿的地 当然价钱少了 然后它变成了1.3 那也是低容积率呀 但1.3和0.3是差多少啊 然后卖的房子多贵呀 低容积率低密度 事实上它在 它把一开始成本给你做低了 让你花了本应发的成本的1% 最后 它在 拿建筑说50% 这个又增加了几十倍 房地产业的黑暗对老百姓的敲诈 和对老百姓草根们的这种吸金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前所未有 咱们真的是 老百姓说的话 只有更贪 没有不贪 这个官场的这几个女同志 女官员 真是说的话 这个如果说在官场 有个女同志 有问题 再长得好 然后脸皮再厚 再不怕死 然后还有实权 天哪 这就是完美的 官场的女官员的 所有条件 你想要啥有啥 她只需要 20分钟 半小时就征服一个官员 这个官员就永远为她服务 她能征服比她高N倍的官员 像黄耀女士 由于北京市中南海各项建设都要跟她打架了 她进中南海太容易了 然后人家靠着脸皮厚 再靠着自己清华这个牌子 再靠着胆大 再加着实权 她想征服谁都是有可能的 说到这的时候 我想跟这位老领导说 你昨天对我的这种威胁 你把我公被给印炸了 你只要敢再对我说一次这样威胁的话 我就把 黄耀和你的事情 我就举实证在这说出来 接下来 黄耀女士的事情 我向大家承诺 在一定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看更多的证据 而且黄耀女士 和某些官员的事情 就有些官员你们是知道的 你们是很清楚的 我希望你们尽快的 处理好 所谓的处理好 那就处理好 这是相当的关系 我不愿意伤及无辜 但是 事情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文贵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 有些 听着这个我说话的 你们是我的朋友 你们是我的朋友 这个我没办法 虽然你们今天 到现在没替文贵说话 你也没害文贵 可是由于黄耀女士跟你的关系 那我们到一定的时候 必须得说 牵连到你 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包括了 我们现在民族证券的那个 党委书记岳文海 可能我推友们不知道 当年河南周口市 市委市长 岳文海 是我1993年到现在的老朋友 曾经是河南人大的副秘书长 郑州市副秘书长 这个十八亮 听长就他介绍给我认识 后来是这个 当了新政的书记 新乡副市长 后来到了周口市长 后来有挖坑 这个人是这个 我的好朋友 现在是这个民族证券党委书记 他曾经 给我要 在我这要走了 黄永玉的画 一个五千万的画 要走了 董其昌的一个三千多万画 还有 囚英的 这个 这个联合 这个兽徒 还有徐悲鸿的 那个单独的那个 标码 这都价值两三个亿吧 总共加一起 约温海拿走 约温海说送给了现任的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还有现任的常委 当时说什么呢 帮我摆平 我即将发生的麻烦 跟傅政华溜 他是这个很有意思 由于他老婆在美国 这个 当校长 教英文 很了不起 这个 他这个是个官迷 这个 约温海啊 约温海 当时 到周口去 这个挖祖坟 本来想 当官 结果后来呢 这个 被任命为 郑州市委副书记 在任命24小时以后给撤下 因为他是裸官 所以他哭着闹着 要到我们这个民族证券来 但他不懂金融啊 我碍于老常委的面子 和北京市 当时市领导的面子 都是河南老乡嘛 河南老乡啊 这个面子 就允许他来了 给了个职务 就是 民族政见当委书记 他负责 我们联系 当时的常委 和北京市领导 这关系 他到了北京 他就跟这个 黄雁搞成 黄雁经常跟他 在我们这个 盘古的某个 约温海 住的宗里的 相遇 一相遇都几个小时 咱没录像 干啥事不知道 然后黄雁呢 帮他也批了很多像 因为黄雁跟他有一个领导 我不想说名字了 这位领导我估计也被 黄雁给碎了 也给拿下了 因为黄雁这个 本事实在太大了 这位领导也 竟然公开 我都看见 弄了手 还经常替领导 糊了糊了脸 这个镜头想想了还挺搞笑的 哎呀这个女 真这是 这历史说的 女同志一旦要是放下身段 脸皮厚的时候 那真不敢想象 其中有一个 有段黄雁 这个有段刘志华在 卧室的时候很不高兴 他进去以后 他说算了今天算了 黄雁女士一把就把他裤子给吹下来了 说我跟你来点口活吧 结果没办法 刘副市长还是享受了 结果 马上允许他 签了几个字 给某个大地产开发商 就是 批准规划修改意见书 签了字 这个岳温海呀 到了北京以后 一直扮演着一个白手套的关系 他能搞定 过去的两个常委 现在还有一个常委 能搞定北京是好几个领导 过这个 他给我介绍认识了 这个当时财政部的 最重要的人士 后来到了统计部 当了这个部长 被抓了的 王宝儿 河南人 也是河南老乡 他也给我介绍了 当时民航 最牛的人物 就是财务处处长 后来是这个 副局长周来震 也是他介绍的 还有财政部一副部长 他也给我介绍了好几个纪委的领导 这个岳温海 住在我们盘古的这个公寓里边 那他每天晚上都是 纪委领导 河南老乡 黄压这样的人 这个很多地产项目都是他找黄压给协调的 那一批荣地利 我听说好几个项目 像在这个 北京的其他几个区的 我不方便说 那一增加都是 两三倍两三倍 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的增加 岳温海也发了财 现在是我们民族政卷 那个楼上的 党主书记 这个 在奥运 这个也在奥运村 那个老奥运村 拿到了楼 这个人是个白手套 当时 他到北京以后 中纪委刚刚开始要反腐的时候 提出来 这个要反腐 首先管吃管喝 管生之计的时候 这个岳温海被查 就是人民大学的一个处长 这个 为这个卖指标给女学生 其中涉及到岳温海 岳温海因为在盘古酒店买了七星卡 送回了这位处长 中纪委就来查他 查他的时候呢 查了查去 结果查到我们这来了 结果我们要当时 把当时 酒店的 这个岳温海买卡的汇款票据 如果交给中纪委 我们啥事没有了 但是 岳温海的后台 常委的领导 北京是纪委领导 找我们谈话 岳温海 是个好同志 我们有重大任务 必须把这个票据 不能给他们 我们那些条关系 这个纪委很多领导来呀 这个我们就没给专注 最后 就这个东西 被岳温海和他领导 折令销毁 所有我六个 我在里边关的员工 都有一条罪 叫 销毁 销毁这个 什么 隐形票据罪 就这么来了 你看看这中纪委有多黑 他们下文 他们当面让我们销毁的这个 岳温海的腐败证据 现在这个纪委加公安权力大锅天的专案 没罪造罪 没罪造证据 把我们的员工和我的哥哥给盖上销毁 隐形票据罪 黑暗 黑到死 纪委加公安部的权力大锅天 你们这黑了良心了呀 黑了良心了 就岳温海没抓 岳温海今天 照样在北京 戴着白手套 而且在这几个绝论屋里面 照样每天一车车的现金 一车车的礼物在拉着 结果把我们这些人给抓起来 岳温海和黄燕之间的交易 我是知道的 我是知道的 今天市委 你们那么多人 被岳温海和黄燕拿下 今天就在我上节目之前 你们还在腐败着 你们还在黑暗着 岳温海在河南 郑州机场的时候 那个钱是从郑州机场打过来的 那账能销毁吗 就这你们都能把它给 披掉销毁 岳温海贪了几个亿呀 在海外买了多少房子在加州啊 你们不查呀 黄燕这个规委主任跟岳温海 合作在一起给地产商 那弄的是几百个亿呀 你们都现在不查 而且让他继续腐败 你们还要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十八大有不收手 不收脸的人 要严格惩罚 天呐 谎言能杀到如此 在你说这个的时候 我全身真是解决了 真是痔瘡掉了一地呀 能把谎言当真理 能把谎言说到 让全天下人民都相信 不但如此 还能被谎言建一个金箍罩 建立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 把这个腐败者变成了查腐败的人 这不是最典型的以贪反贪 以黑反贪吗 月温海拿走我的话 那都是有输出的 你们咋不查呢 黄燕女士 那把他家把他的院子查查 你咋不查呢 他先生开发的地产 那属不属于家族做生意呢 是不是连带关系呢 他的那些同学 在掌握这么大地产 那算不算有关系呢 算不算腐败呢 十八大以后 就是18分钟以前可能还在干这事呢 那算不算不收手 不收脸呢 北京市不查腐败 你这个腐败运动 谁相信谁是傻子 就查那些 得罪了傅振华的人 就是 就是 宋建国局长 就是 知道了傅振华 这个灭掉了这个令谷 令吉华的儿子是知道真相 把他弄起来 马建副部长掌握你们的证据 你就给他抓起来 张悦就因为反傅振华 你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黄燕给你们睡觉 就给你们弄钱 你们就不抓 月温海就因为给你们 失领导常委们 家族当白手套 你就不抓 月温海的事情 我已经写过 这个专案主的信 专案主当时 你们联络我 让我说说月温海的事 我说了 还让我贴到中纪委的监督网站 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网站 就是中纪委的所谓的 这个这个信号网站 什么解码网站 简直是你想想 五年前那个网站出来的时候 多吓人呐 老百姓记多少号 有人得到回复吗 黄燕的资料 月温海的 你们让我贴 我贴了 贴了十几次 我都留着资料 有人回复吗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在大坟坑里游泳了 大群架的 现在你是要把全中国十四亿老百姓扔到这个粪坑里去 要淹死 只留你们呐 只留你们呐 这是你们天生来的本性 共产主义乌托邦 骗子主义 瞎挂主义的本质 僵尸啊 整个瘦僵尸 这个当初 我见到一个高僧 三十年前 我说你让我信佛 你说这个 因缘轮回 怎么叫空啊 怎么叫因缘呢 他说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毛屎坑里的蛆 你看着很痛苦 放在这一杯清水里面 一会儿他就死了 哎 他说这就是因缘 他的前世 就是作孽的时候 必须在毛屎坑里的蛆 他说这就是因缘 我说共产主义 还现在的官员 就是因缘 你就是毛屎坑里的蛆 你要清官 你活不了 你天生就是毛屎坑里的蛆 你说你是清廉 你是为人民服务 那都是骗人的 所以说这个故事 让我相信佛教讲的是哲学和道理 什么叫因缘 你是怎么来的 你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 你只为黄雅女士 和你们这些贪官污吏 盗国贼们服务 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 你这本质就是骗子 瞎话主义 今天为人民服务 可能吗 不接受监督 不接受这个司法独立 那不就是保留了一切灭人民 灭证据 想回乡作业的一切条件吗 所以啊 昨天到今天发生了这些事情 我收到那么多资料 我还是要说 让我感动的同时 我真的是看到了很多铁的证据 一足堡 范雅 我收到了几个铁的证据 我还要继续收 我一定要为这些真正的这些受冤体受害的百姓说话 我不图利益 不图名 不图权 我真心真意的希望这些老百姓能能得到事情的真相 能得到基本的公平的一个答案 我昨天看到这个一足堡的其中涉及到一个人的时候 也跟我的岳温海有关系 岳温海就是帮助这个一足堡的人摆平黑手套 摆平做个白手套 他和安全部的很多人都是河南老乡 河南老乡 这个 岳温海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 该支持该哥哥 啥事不忘卿一哥 还有一句话 党官不谈 咱当啥官啊 党官不违宪 咱考啥吃饭呢 党官没有兄弟 那咱的叫管长啊 这经常说 他是一个我见过的中国官场最专业的白手套 然后到北京说 黄烟 我黄烟现在我搞定了 你随便给我找人 批规划批人家找我 因为岳温海的领导直接管黄烟 直接管黄烟 哎呀 我看到了一足堡 这个传的证据 我一下为大跳 因为这个东西是岳温海帮助摆平的之一 因为一足堡的总部在盘股 岳温海为他干了很多事 这回你们这证据管用了 我将捋着这个线索 把一足堡的钱去向能找很多 其中一部分钱就在纽约 我还有信心 今天一足堡的朋友 你们可以高兴一下啊 但不要就高兴几分钟就可以了 咱还得扎扎实实找了钱去哪了 实际的股东是谁 谁把钱汇出来的 这是关键之关键 范雅的更是要 就是钱去哪了 钱在哪拿出铁的证据 这个有意思了 这两天已经进入角色了 说到这儿呢 我说对这个以贪反贪 以黑反贪 我刚才举了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的具体细节啊 资料还很多 我就不再详细说了 这个未来咱都在新闻发布会 全球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要好好好好的说这些事儿 大家都记住 我说的话我承担法律责任 我说的话 我愿意和所有的当事人 在中国的法庭 我可以委托人去啊 我不回去可以委托人去 打官司 我也可以在美国 或者任何地方接受你们诉讼 或者说 我邀请你们 涉及到的像黄雁啊 这个潘石屹啊 还有这个岳文海啊 咱也上明镜直拍 火拍警 上VOA 上节目上咱大家可以变一变 说一说 这个我满足了 这个这么多天 朋友让我谈谈房地产的看法啊 这个基本的要求 我满足了 这两天网友们说 要举例子 什么是以贪反弹 以黑反弹 举例说明我也满足了 第三个 这位给我说情的老领导 这个我也把你的念想给断了啊 这个我没提你名字 我也就够意思了 如果我记你名字 我估计24小时 你就应该你家门口都有人去抗议了 我现在我也相信黄雁的家 黄雁那些房子 黄雁已经让你赶快去收拾去了 把钱啊 他爱收藏欧元英镑 这个黄雁不收藏美金的 他就爱收藏欧元和英镑 还要新票 还要这个这个这个 都排着号 他喜欢 他特别喜欢 这个 他们家一收呢就不是 两亿多人民币了 估计几十亿 甚至几亿的英镑 欧元大格子 一张五百嘛 那就打得去了 我估计现在都开始赶快消贓去了 这些钱别让老鼠给咬了 我也满足了 这个网友们这个提出来的 就是说范雅和艺术宝 这些证据啊 这个一些说法 昨天我的黑客 我的这个黑客们 对我的网站又多次攻击 推特又删除了很多很多 那么很多网友都说 哎我被你屏蔽了 这个今天那个叫造洋的朋友 我真的倒是十几分钟 才把你恢复了 就是千万记住 就不是文贵屏蔽了你们 他们现在每天大概屏蔽掉 大概七千到八千 所有新网友的关注 千万不要误会 文贵要屏蔽了 我现在可以给你发信息了 这个剩下都不是文贵的 这个被文贵屏蔽的 如果你收到被屏蔽了 赶快想办法 照共同的推友私信给我 我好给您恢复 好不好 然后从今天到明天后天 我可能就少看点私信了 我真的看不过来了 如果没收到我回复的 请大家原谅 那么今天呢 我简单的这个直播 文贵报品就说到这儿 这个说的不完整了 请大家这个原谅 黄燕女士 约文海先生 以及潘石屹先生 文贵现在是要主事公道 反对以贪反贪 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以警反腐 以警治国 以警反腐 那么这是没办法的 牵扯到你们了 我跟你们也无冤无仇 那么我也只能是说抱歉了 这个再次表示 忠心的希望你们能为国家做点有良心的事 把你们的贓务 主动招给纪委去 要不然的话可能是真的是 你未来被抓了良心也不安 老百姓太苦了 一个三百低保都不能有的一个母亲 把自己的孩子都杀了 你们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你也花不了 你为谁去花去 黄燕女士你准备那几本护照 你跑不出来 你跑出来得把你弄回去 行了 我今天就到这为止 希望推友们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位铁袋 刚生的baby 婴儿 你们夫妻两个要记住 这跟他郭大大有关系了 随时告诉我孩子的成长 有需要文贵的 我非常愿意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